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实际看的时候发现不是 只要所有的判决在过程当中 你违反了公平审判的任何的一项程序 或任何的一项原则 基本上你就不能够做成死刑的判决 如果没有这些证据 到底这死刑判决是如何做成的 如果不根据凶器 不根据尸体 那他怎么知道这个人杀了人 我每次看卷都有一些感慨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第一个感慨是 为什么跟媒体 或者说我们Google的道的 一般的网民的一个说法是不一样的 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第二个就是说 发现程序有一些事实上 并不如我们想象的眼睛 我们要发表台湾实刑判决报告 那这份报告是我们的基础 是75位死刑犯的判决的一个综合分析 能够收集到你的判决有限 我们手上的资料可能有判决 但是有些有卷重 但是我们不能够有些 就是看完全部的卷重有些只看判决 这样的分析的基准并不一致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这一次的分析 我们是以最后事实审的判决 作为我们主要的一个分析的内容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去看这些判决的话 这些辩论其实都只留于印象而已 都只留于 而且这些印象在媒体的报道 我们去比对判决的时候 会发现它很多跟法院所调查的事实 是并不相符的 那我认为这份报告的最重要第一个突破 在这个死刑的辩论里头 我认为第一个突破就是 它终于去全面的检视死刑判决 第二个突破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印象觉得说 死刑当然是罪跟确诈 才会判死刑 可是实际看了以后发现 这个印象不对 怎么说呢 最简单的讲 所有被判死刑都是杀人罪 所以杀人罪当然最起码的就是 杀人的这个事实至少一定要成立 那所以一定有凶器 这个凶器一定可以证明说 是被告拿着这个凶器 然后一定可以证明说 这个凶器把被害人杀死了 这是最基本的 一个死刑判人要成立 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检视这些判决的内容 以后却发现 竟然有很多的案件 根本没有发现凶器 所以他连这个论罪里面最关键 最核心的这一点 都会令人产生一些疑惑 那实际的数据呢 我们在这67份的死刑判决里面 有31件重要的证物没有找到 所谓重要证物包括凶器 或者包括尸体 各位或许很难想象 在今天台湾还是有 尸体没有找到 也就判死刑了的案件 法院不成比例的依赖 这个被告的自白 比如说有一些案件里面 凶器有找到 但是没有拿去送鉴定 因为被告自白了 那在这种案件里面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法院对于自白的依赖 然后他对于科学证据的不熟悉 这个报告其实强调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 只要抓对人就没问题 一个死刑判决不是说 只要这个坏人承认他有犯罪 好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判下去了 死刑判决是这个司法系统 对于人民所施加的一个 最严厉的一个惩罚 所以我们当然很有理由要求说 那死刑判决必须是模范判决 包括说他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 包括他在论罪上面 应该有非常扎实的基础 然后当然也包括 他在国际公约上面 法学理论所认定的杀人要件上面 这些都应该要符合 他必须要是一个不论实体或者程序上 都毫无瑕疵的判决 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才有可能去 就是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 这个死刑的判决或者死刑制度 才能够取得他的正当性 我们发现在死刑的判决当中 那个第一点是杀人故意的判断 往往流于自意 那高达一半以上的案件 都有严重的证据的瑕疵 不是凶器不见了 就是证据没有经过合适的鉴定调查 那鉴定人的意见 预约了他的任务范围 或者是法院自己使用或错误解读 鉴定意见 也是很常见到的问题 然后刚才决定谈到了一个自白的老问题 然后证人没有经过对职结问 在很多的案件里面 包括可能证人死亡了 然后所以他没有经过对职结问 那再来 几乎将近有五分之一的案件 有这样子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测谎的部分 就是我们很喜欢用测谎的证据来补充 但是事实上我们台湾目前 并没有建立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 然后再来就是说 法官的证据评价违背经验法则 跟论理法则的状况也很常见 然后死刑判决不符合两公约的 最低人权基准要求 最后还有就是 死刑良刑的调查跟辩论 没有一套程序 然后也和论罪的程序 时常混在一起 那最后我们也会 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分析 包括罪犯报告也统计了死刑 曾经判过死刑判决的法官的一个名单 在两公约套入我的法制之下会变成怎样 他很明确的指出说 如果一个案件没有发生死亡的结果 或是属于不确定故意的这种case的话 那他是不符合情结罪犯 他是罪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可以判死刑 所以我们如果 翻开这75个被告跟67个个案来看 至少可以提出 比如说 陈锡清案 宁经德案 宁建元案 陈东东 网南国 国际三案等等 都是我们在检验的结果 发现说 他并不符合这个标准 但是人判了死刑 第二个例子也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就是对于心理或是质疑障碍者 不可以判处死刑 这个也是在解释公正公约的权威机关 人权事务委员会 他在好几十年以来 行之有年 然后对于各国的一些解释意见当中 一直不断的强调了一个人权基准 那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切入 我们台湾本土的个案当中 可以发现比如说 陈毅案案 林语汝案 彭建元案 这都是至少 至少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有这一些了 就是 是不符合刚刚所讲的这个 金战判死禁止的这样的一个人权基准 他说如果你违反了所谓的程序规定 那这种会连结到那你同时也违反了判处死刑 违反生命权保证的规定 那这一件事情从我们所有的死刑判决来看 都没有在讨论这件事 但是人家两公约 国际人权基准就这一件事情的操作 以及解释已经好几十年了 已经用好多好多case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标准 但是在实物上可能透过律师的一些答辩 或者是一些主张 但是结论而言法官还是都没有把这一些标准写进去判决书里头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譬如说从2012年冬天开始 我国的最高法院开启了延迟辩论 那在这一些死刑延迟辩论的庭当中 没有一个被告是出庭的 那从国际人权标准来看 这是剥夺了他们的听审权利 那如果按照刚刚所讲的国际人权基准来看 因为这样的一个程序的问题性 那你到最后判了他死刑 他是不符合人权基准 作为一个民间团体 我们想要跟法律人对话 我们也想跟社会大众对话 尤其是反对废属死刑的名义 一直是非常高的 那为了要跟一般民众对话 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那虽然说一方面我讲说 这个判决报告或许不是那么容易阅读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 我觉得相较于其他的判决书 去看原始判决书 我觉得这一段报告已经做了 很努力做了一些转意的一个工作 那我会觉得很多人 他想要批评这件事情 但是他可能没有机会去 去搜集更多的资讯 那这至少是我们努力搜集了一些资讯 让愿意去理性判断理性批评理性讨论的人可以做一些对话 我们的法务部我们的司法院 事实上他们才是关键点 如果他们能够让更多的资讯公布 才有机会让人做后续的工作 让他变成一个白话的 甚至他们自己就应该要做这样的工作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办类似的工作法 让更多非法律背景的 从这里学到阅读判决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我觉得推广出去 其实会让更广大的非法律专业的大众 能够跨越这个障碍 那我觉得只有当司法对民众来说 不再是障碍的时候 才真正会让司法得到民众真正的尊重和信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